华语终末秀 笑谈一周天下时 我是华语的黄晏 现实不能逃避 不如笑对 一周下来给大家四个主题 第一 铁幕开启 冷战会到热战吗 第二 火星之旅 开启新际移民吗 第三 以柯达炸事般暴涨 318% 第四 韩国引发狗肉争议 中美冲突愈演愈烈 已升级到护官对方的领事馆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新铁幕宣言 欲使中美冷战开启 铁幕拉开 冷战会到热战吗 就像两头子要离婚 有离婚前 冷战后的好临好散 想开了吗 也有想不开的 热战到底 三崩海啸的闹离婚 看看门呢 也是战队的战队 吃瓜的吃瓜 打酱油的打酱油 网上更是炸开了锅 大有唯恐天下不乱的架势 我想说 这热度你也敢蹭 两个核大国 冷战到热战 意为什么 均不见广岛长崎 原子弹数十万的民众伤亡 且若被核电站事故了 核反应堆破裂事故 因操作能源的训练不足 设计缺陷使大量的辐射物质被释放到了空气中 伤亡人数呢 报道不一 几千到二十万不等 核潜艇沉没与意外事故 也是以前苏联和俄罗斯遥遥领先 战斗的民主 彪悍奴用在军火身材上 其后果就是事故频发 家里的高压锅爆炸 都难以想象 这军火事故可是杀敌一万 自顺三千 远的不说最近的航母起火 军火库爆炸 印度苏山使关键部位出故障 前线的战绩全部停飞 印度感慨 被俄罗斯人坑惨 谁说中俄关系靠不住 坑中国人的敌人就是帮中国 核这个东西确实太可怕 即使极具工匠精神的日本 也难逃一劫 2011年福岛第一核联战事故 外来的因素是日本东北地方太平洋 近海地震和伴随而来的海啸的影响 此事故释放的放射性物质 大约只有切尔若贝利事故的十分之一 但其污染水陷入和浮影响都很可怕 这还只是民用何能 现在老大老二在小弟面前打架 面子很重要 打到最后 失败方还不死 疏红了眼 必然会拼得鱼死亡破 来个同归欲尽 那就是世界的末日 7月27号躲猫猫才现身不久的金正恩 底气十足的讲话 面对帝国主义的压迫 朝鲜走上了拥合国家的道路 现在的朝鲜凭借可靠有效的自卫性和威慑力 能够保证朝鲜的永久安全和光辉未来 让半岛将不再有战争的爆发 金家王朝万岁 还有一个死科核项目的就是伊朗 川普一上台就宣布美国将撤出伊朗核协议 开始重新施加核制裁 我们将部署最高级别的经济制裁 伊朗总统鲁哈里说 美国既然退去 我还顾及啥呢 工业级别的游泳说 开干 有人曾问美国 你为什么空袭伊拉克 美国说 我怀疑他有核武器 又问 你为什么不空袭中国 美国说 你傻呀 他真的有核武器 伊朗 你这不是欠揍 又没有可讹诈的核吗 这世界 没有国家 有使用核讹诈的条件 因为核战争升级 谁都无法预料 在双方互相毁灭的前提下 肯定是脸皮厚 胆子大的一方的战官 就好像自己的身上绑上了炸弹 跑到土豪人家 要东西一样 目前全球威力最大的武器 当然是核弹 拥核国家生产核弹 除了用于本土防御外 主要的目的还是用来震慑 同时对别的拥核国家形成限制 全球拥核国家中 美国和俄罗斯 已经完全具备完善的核力量体系 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预防 迎击甚至反击核武器的打击 从截导核打击预报 到导弹升空 最多只需一分钟 中国的核力量 还是一支神秘的力量 让人琢磨不透 所以难以下手 阿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 人们会用什么武器 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战 人们将会用木棍和石头打 什么意思 第三次世界大战 即使没有毁灭人类 人类也将回到原始社会的石器时代 中国核武器原则 原来是 中国不会对无核国家实施核打击 也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表明的态度是完全自备的 根本不会产生多大的核威慑 中国就不能对它进行核打击 所以这条原则成为了日本屡次挑衅中国的保护 所以最近中国公布了新的核武器使用门槛 第一在中国核武器和核设施遭受敌人各种常规武器 袭击的情况下 第二战略导弹核潜艇遭受敌人核武器或常规武器 袭击的情况下 第三在中国本土重要设施 水利工程或居民集职地遭受敌人袭击的情况下 中国文字博大精神 文字游戏会让对方啊 障碍的和尚摸不清头脑 在中国本土的重要设施 新建的南海基地算不算本土重要设施呢 你试一试袭击后就知道了 很多人一直琢磨不透 中方一直称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如果说人类的历史上 第一次使用核武器 就像广告是首次的话 那么中方就算使用核武器 也不是首次使用核武器 不要再撤核战的 我想谁也不想成为历史的罪人 陶光养晦的邓小平曾说过 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了 跟着苏联跑的国家都穷了 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民主了 跟着苏联跑的国家都独裁了 我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 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 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 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我想说理性爱国 真爱国 一和团只会害中国 天佑花夏 请大家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及时和我笑看风铃 笑对人生 人类真的很渺响 既然承受不了核战之重 灾难来临时 地球太危险 我也不是超人 连自己都拯救不了 我们还是考虑考虑火星吧 火星 火星一直是星际移民的候选地之一 火星的重力水平和地球捷径 也同时具备稀薄大气层和丰富的水资源 使其成为除地球以外最适宜人类移居的星球 人类和火星的渊源 从1610年 伽利洛第一次用望远镜观测火星开始 1964年12月28日 波水手4号发射升空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枚成功到达火星 并发挥数据的探测器 今年是火星探索窗口器 最佳发射时间段 怎么说呢 就是在火星和地球之间需要最少的人量 每26个月开放一次 计划有三次发射 首先是阿里 第一个火星探测器 希望号 7月20号先行一步 中国的天问一号 火星探测器 7月23日升空成功的进入飞往火星的轨道 开始了7个月的星际航程 随后美国的伊犁号 近日也将出发 沿地球火星轨道去执行NASA第五次火星探测任务 对于那颗遥远的红色星球来说 这三个星际访客都代表地球文明 在我们的眼里 阿联酋以前是依赖石油天然气的土豪 现在呢 也逐步变身为了科技的新贵 我们知道火星公转的周期啊 为686天 也就是说呢 火星上了一年 月等于地球上的两年 所以到火星呢 首先实现的是烦恼还童的梦想 一下子年轻了一半 以现在的年龄 目前为止 人类还没有实现登陆火星的梦想 但硅谷的大佬 特斯拉汽车CEO SpaceX创始人兼CEO 埃隆马斯克 已抛出了一个火星移民的精能计划 但7个月的星际航程 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心里呢 虽然崇敬着未知的星球 但更多的是担心未知的横祸 没有外父爱 如何跟别人去交流 坐牢呢 还有放风的轻松 这心理的压力 谁能承受 所以呢 限制人类探索太空的 不是医学和科技 而是心理学 华为手机之所以成为年轻一代 尤其是女性的最爱 修图 美颜 自动生成 随手就会发朋友圈 秀秀 美美的 选择手机时呢 其拍摄功能呢 是重要的一项 有人还记得柯达吗 柯达当年呢 也是享誉全球啊 疫情前呢 它只停留在我们美好的记忆中 现实中啊 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但疫情后 却绝地逢生 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细日的胶卷大王 柯达 华丽变身为啊 新药王 即上周日 盘中啊 暴涨 百分之三百五以后呢 周三呢 七月二十九日 柯达又现 诈实的暴涨 再度飙升 百分之六百五 创下七年的新高 盘中更是触发了 啪啪啪 二十次的熔断 柯达股票 在两天内啊 暴涨了百分之 一千一百六十七 这失诈的 让人毛骨鼠蓝 把你 疫情可以把 有些企业呢 打入地狱 也可以让一些企业 进入天堂 在许许多多的企业 因为呢 新冠疫情呢 业务萧条 甚至破产之际 柯达去获美国政府 七点六五亿美金的贷款 重振旗股 不过 柯达的这笔贷款呢 不是用于 重新的占据 摄影器材 领军地位 而是呢 用于了生产 非专利药品的原料 帮助了应对 新冠疫情 国政府扩大医疗产品 国内生产 只在呢 减少对国外 说白了 就是对中国 供应的依赖 很 川普啊 可是商人出身 极具商业投资的敏锐 没啥别的公司不同 缺买这肥水 留给和一个制药行业 八竿子都打不到的柯达呢 其中一定有猫腻 是吗 好 带到疑问 我们来看看 首先呢 柯达呢 使拥有庞大的工业设施 包括一千六百万平方 因此的制造空间 实验室 仓库和办公室 八十八个批量生产反应堆 现场发电站和蒸汽供应 同时在有机化学制造方面呢 拥有较长的时间的经验 更可贵的是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啊 如日中天的柯达呢 就成了参与了 诸鲁阿斯批林的生产 一九九四年 公司呢 将医药业务呢 以近三十亿美金打包出售给了 那史密斯克兰比奇 后者与格兰树康威呢 合并成了今天的格兰树史克 柯达现有的基础设施 可以使该公司啊 能够迅速的启动和运行 所以才有了柯达的豪原状遇 我们在药品和高级材料生产方面 有着悠久的历史 远远超过一百年 同样的转型轨迹 我们也会在拜尔公司 3M公司 富士胶片等巨头身上 看到这些公司啊 都成功了 从精细化学品行业 过渡到了制药业 最近韩国一段报道 引发了能不能的乐 最近韩国一段报道 文化当然也包括隐私文化 来到中国朝外 顺便吃吃狗肉 感觉到不错 我咋没有发现狗还可以宰了吃呢 回国后抓狗就吃 所以呢 自朝鲜半岛三国时代 开始一直吃到现在 中国部分地方 有道福天吃福狗的说法 而韩国人呢 同样认为 三福天吃狗肉 可以补补身体 但西方 一直对亚洲啊 以中国为代表的吃狗肉的传统啊 大驾批评 同样有道吃狗肉传统的 韩国 越南 柬埔寨等国家呢 自然也少不了西方媒体 动物保护组织的群殴 美国的电影明星呢 亲赴韩国 参加反对吃狗肉活动 我们知道 韩国的民族自尊感呢 超强 为了证明自己的文化悠久 麻空心事的找东西 没有的 还可以去借 都不太好听啊 去生意 既然吃狗肉 被国际主流社会 还示威糟粕 韩国就马上对这样的 千年的封锁 痛吓杀手 以取悦主流 这主流就是 宠物文化繁荣 把狗呢 是为家庭成员的西方国家 但是 强烈谴责你吃狗肉的西方国家呢 却显有国家 在官方层面 明明禁止吃狗肉 即使在西方文化的发源地 欧洲啊 也只有奥地利 波兰两个国家 明明禁止吃狗肉 而在瑞士 丹麦等国的部分地区呢 吃狗肉 同样呢 非常流行 尽管有反对的声音 但他们呢 闷声吃的闷香 据说啊 在美国呢 有44个州允许吃狗肉 各界啊 对中国人呢 吃野味 什么都吃的行为呢 导致疫情的原因呢 嫩真吃不下 非常有名的 广西御林狗肉节 依旧登场 毕竟呢 是当地的标签 拉动经济的引擎 中国呢 农业部啊 于今年的4月份呢 宣布将狗归类为 伴侣动物 而不是促勤 吃狗肉真的有错吗 客观上说呢 吃狗肉和养狗并不冲突 如果 如果狗肉啊 来源合法 卫生 有人吃 旁人也无权了 干涉 问题在于 现在的世界 依然是西方的评价标准了 占了上风 西方文化 强势的时候呢 吃狗 那就是残忍 如果印度文化强势 那西方人吃牛排 岂不是犯罪 伊斯兰禁食猪肉 那你敢吃猪肉 那就是犯罪 西方也是民主国家 人要讲人权 平等 那动物呢 你喜欢狗 别人吃 你就谴责 那老是芭蕉的羊 勤劳朴实的牛 还有憨太可居的猪呢 就该宰了 吃了吗 西方也极重视环保 那为什么不禁吃牛肉呢 牛肉造成的环境影响 远比猪肉和鸡肉 等其他肉类要多得多 牛肉所用的力 是鸡肉和猪肉的28倍 水是11倍 温室气体排放是5倍以上 一头牛 一天平均排放50升的甲烷气体 甲烷气体造成的温室效应 是二氧化碳的23倍 你知道流氓屁吗 这里不是骂人的 是真的流氓屁 产生的一颗甲烷 为全球变暖做出的贡献 是汽车尾气 产生的一颗二氧化碳的23倍 为西方人 你能放下最爱的牛排吗 今天的华语周末秀就到这里 祝大家周末愉快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周不见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您的评论和转发 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